一件事就沒有啦 他說未盡精準 他跟誰會這樣也沒說了 沒有 未盡精準是警察沒有把張聰明的名字寫出來而已 說有人啊 他寫得精準就說張聰明會選不成沒選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他到底是在跟張聰明會這樣 或是在跟謝蘇雅會這樣 你跟國民黨會這樣 或是你跟阿嬤請會這樣 說清楚啊 你如果跟在那裡說跟他沒有子民道姓 大家都知道是張聰明 你就是應該要跟張聰明跟民進黨道歉嘛 你今天講沒有道姓民黨不會放過你嘛 你政治人我們要求你下台 法律責任我跟曾永夫部長報告 你法律責任你沒有辦法逃避你的法律責任啦 那另外 他說啊他這個情資是 台南高分檢檢察長王天勝告訴他 台南高分檢檢察長怎麼可以去 跟法務部長報告這相關的這個情資 雲林是台南管的 是台南高分檢管的 跟高雄無關 他說有人要買票 無從下手 沒有買票啊 是 他顧到安安安民進黨的人沒有買票喔 無從下手就沒有買嘛 你國民老人你有顧不 剛才張聰明這次總共有卡進來啊 說其實這一次 就是抖六的一個選舉裡面 會選是會勝會贏 嗯 大家都這樣司機在傳說有某某某某某某某人在買票 這個法務部有情資啊 你檢調單位有情資啊 有沒有辦 這個才是重點嘛 所以我覺得說 曾部長 你的政治責任跑不了 你的法律責任也跑不了 對啦 民進黨要追求他的政治責任 不是打或打架 shot by 風海鳴慧那種冠西 風海鳴慧那種冠西是他個人 這是一個政務官的政筆 任何講的民進黨 民進黨立法應開義 不但真的法務部長 來針對行政議長 為什麼政務官可以在這個 政所說這種話 你說今天邁永烏講話不精準 你民進黨期待邁永烏明天 你再出來講一次 江六市長有人因為會選而當選 你講給大家聽,不然你剛才說一個不當選的嘛 你講一個有人因為會秀當選,這樣精準不精準 不可以說這個話嘛,你要檢調查會 這是一個部長說的話,你怎麼可以說一個政黨 對某一個政黨,以及說他沒有說出一個政黨名出 大家都不知道什麼人啊 這是政治責任,台灣來建議一個政治責任起來 謝謝,徐老師 弘議員